原本第一個單元 如果你們已經有翻過課本的話 玄奏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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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奏生物第一章 基本上是在談生命的起源 因為生物的演化 我們其實大概已經稍微有一點概念了 可是生物演化其實在談 已經有生物 從生物長這樣子變成這樣子 那就要談生物演化 問題是在於 接下來追到源頭的問題是 請問地球上第一個生物到底怎麼出現的 第一章就是要解決那個問題 嘗 問題是剛才那個生命起源 通常來自於 你對化學物質 有相當程度的認知 所以 今年適度的把它調整過來 我們還是先 興奮一點 把化學 搞懂了 再回過頭去談生命起源 不知道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這兩章 老實說也沒有強烈的順序性 我們就把它編導過來 那分量大概就像這樣子 就是看那個一個單元 就是從17到24 24只有糖類 所以後面還有蛋白等等這些 所以我們光化學組成 就要耗掉不少時間的 好大概這樣 好所以接下來第一個問題是 談細胞的化學組成 這是一般課本很常用的標題 但我們適度可以換一下 現在主要談的基本上是原生子 一般來說的話 當你在討論 就是說你現在並不是要特別去討論 這個細胞構造的時候 可是你要討論那個生物體 到底需要哪一些養分 哪一些組成的成分 所以原生子這個詞其實還蠻不錯用 因為他是在談論那個 組成生命所需要的化學 組成生命所需要的化學 但因為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談細胞 因為談細胞就會扯到說 我們現在要先去講那個細胞膜 對不對 那如果是真的生物體 你要去把那個細胞核交代清楚 然後接下來去談這個 細胞裡面的構造的時候 從細胞膜以內 細胞核以外 這個區域裡面 常常會用另外一個詞叫什麼 細胞子 這兩個詞 其實討論的東西 通通都是在討論一堆化學組成 可是如果你在討論細胞子的時候 還會額外有一個問題 就是討論細胞子 基本上是討論細胞的組成的各種化學物質 對不對 可是這地方還要再分兩個部分 因為細胞子一般來講 談一下它的建議 就是膜以內 然後核以外 通常這個區域的東西 比較會去用 細胞子這個來成果 可是 膜以內核以外這個地方 還可以再分成兩個 第一個 液體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 這個包液 對不對 好 那是基本的水 然後融解很多 比如說有肌物 然後各種電解質 可是問題是 很明顯在真的生物 膜以內核以外 這地方 你可能有高低脂體 你可能有內脂肪 然後植物可能有葉綠體等等 然後還有栗腺體等等 這樣的構造 所以呢 細胞子當中 你還會去談到構造的問題 所以你看一般我們在討論 那個細胞構造的時候 就會比較用到這個詞 但我不是每一種時候 通通都會去討論 細胞構造的問題 我可能純粹只是要討論 那個細胞組成 生物體的化學組成 這種情況下 其實原生子這個詞 基本上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夠籠統 好 但是其實討論的對象通通都是什麼 就是水 最多的 然後接下來 溶餘水當中的有機物 有機物的部分 在分糖類 蛋白 脂質 核酸 維生素 這五代有機物 然後再加上各種的 礦物質 或者是電解質 好 所以系列上面看一下 就是給一個參考 假設你去分析一隻細菌的話 你看 在這隻細菌當中 水分所含的比例 約70% 對不對 所以你扣除掉水分之後 然後呢 以這樣的畫大餅來講的話 水佔的比例最多 然後 在分融於水的這些物質當中 無機物 無機物的總量也不過這麼一點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 有機物 但因為無機原類很雜 你就是納鉀 鈣 然後鎂酸根 磁酸根 磁酸根等等 各種的可能性 各種銀離子 陽離子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總量先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針對特定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那個神經的地方 有提到那個納鉀的重要的角色 針對特定的情況 再把這個特定的離子拿出來討論 就可以了 現在的課程設計的大方向通常是這樣子 不再一口氣喳一喳喳 全部都一口氣介紹完這樣 那有機物就不行 因為有機物牽涉到很多 那個觀念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要看那個生理作用的問題 所以一定要做詳細的介紹 所以後面的話 在這地方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好 所以接下來 有機物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現在第一個問題 那個 右手邊放到那個 帶狀的那個分部有沒有 好 那個各種的組成裡面 第一個 那個 這個字 無機原當中 生物所利用的無機原長常常都是離子 麻煩這個中文寫上去 離子 然後 小分子看得出來吧 什麼molecules 4%左右 然後下面那個2%的那個 phosphor是那個0的意思 dibid是紫質的意思 所以這就是離子 所以你看喔 細胞裡面那個 有膜的地方不少對不對 那膜的基本組成不就是離子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一個細菌它其實只有細胞膜 只有細胞膜它的離子可以占到2%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其實細胞的脂質 其實光這樣就不少喔 如果這個細胞 還有儲存一些其他的脂質的話 或者是這個細胞 它的細胞脂肝中 還有內脂網 有高基氏體 有那個什麼 立腺體等等這些 膜做出來的構造 那個離子的比例 可能又會更高一些 好 那下面 這兩個理論上不會看不懂的 那個占1%跟6%的那個 好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遺酸物質 對不對 遺酸物質的話 總量大概佔7%左右 所以少不少 不少 所以核酸其實在細胞當中 所占的比例是相當明顯的 但核酸當中 DNA通常它的量比較固定 因為以我們來說 對不對 你這個細胞核當中 是主要DNA放的這個區域 對不對 那平常的時候正常情況 假設這個細胞 不去進行細胞分裂 那只是保有那個46條染色體 對不對 然後總共還有46條DNA 但RNA的數量是會變化的 因為RNA是配合轉路的進行 RNA的部分還不少 6% 下面那個Protein 佔15%的那個就是蛋白質 所以有記錄當中 其實DNA已經出現了 就是誰 就是蛋白質 然後接下來往下 那個Polyseguride 那個是那個多糖 那因為它是一時細菌 所以對它來講 這個糖類可能稍微少了那些一些些 那如果你現在是台灣植物細胞 可以想像這個比例明顯會再增加 可以理解嗎 然後 或者比如說你台灣人體的話 像乾細胞 它會儲存乾糖 對不對 所以那個多糖可能也會增加 所以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在這個比例 通常會拿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拿細菌來當參考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像國中 常常會綁死一個答案 有時候看那個題目就很詭異 但是講說那個生物的那個 那個含水量是70% 對不對 就是這個數字 我覺得它 它源頭就很有問題 你到底是講某一種生物 假設就是純粹是人 那你就講人就好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 70%這個數字 套用到所有的生物 基本上也是不適用的 比如說水母 以前有講過一個例子 對不對 原生子當中 有一些生物它就是可以忍受 那個原生子濃度超級低 對不對 然後含水量相對就超級高 對不對 所以像很多那個 那個像水母 或者一些軟體動物的話 搞不好它含水量可以高到90% 或95%以上 對不對 所以那個肯定的時候 萬一去海邊玩 不小心被水母遮到 他就順便把它抓下來 然後呢把它放一個杯子裡面 然後呢 就接下來放著 然後再去沙灘上玩 那等它玩回來之後呢 看那個杯子裡面 你可能已經有一坨礁水 或者是化妝品 就是像那個左翼有沒有 那個鼓鼓 然後那個很滑順的那個質感那種 然後大家想想 那海水有 你有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 那裡面畢竟還是有一些毒素啊 如果你有被水母遮過 有沒有 有啊 以前去澎湖的時候 那個有啊 有些澎湖有的海邊 那個水母就很多 就隨便上這樣看就看得到的 所以你咚咚咚跳下去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就 這邊掛一個 這邊掛一個 腳散了 掛好幾條 然後上海之後 都開始發 一條一條發起來 那有些那個觸手 又超級長的 那樣子 那個頭很小 那個觸腳的 滿滿長的 對 反正就 就為了懲罰他一下 抓他一直來實驗一下 應該還好 那就是拿一個杯子 就裝起來 然後等一下他可能就會化為一探 蛋白質水容易 純正天然 不加糖不進 你可以試看看 抹在臉上 會有什麼後果 負責任就是了 你看畢竟還是有一些毒素 可能量是很低啦 那就是不知道後果會是什麼 那假設你有過敏性問題 就不要嘗試 好 所以 這個就是 約列的這個組成 所以你看有幾乎當中 誰最多 很明顯 那個 佔有率很高的 像蛋白 像核酸 對不對 然後 像那個 紫紫 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後面其實要討論的 大概就是這些細節 所以 先從水分來看 所以 第一個部分的話 它佔油的比例最高 因為我們跳過第三 這個地方 當然就會有點邏輯上的問題了 因為當初呢 生命 起至於海洋 就是在油水的環境之下 被創造出來的 所以第一個細胞怎麼出現 這個問題其實很重要 我們談生物演化 一般來講是 細胞已經出現之後的 這個後來的那段歷史 但是 細胞怎麼出現在地球上 這個問題基本上就很難 這樣子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有部電影還可以看一下 叫做普羅米修斯 有沒有去看過這部電影 他算 在講義行 前幾天又把他看一次這樣子 他在講說外星人在地球上 丟了原生紙 然後就在地球上 創造出第一個細胞 這樣子 你怎麼知道是假的 萬一是真的人 好 所以我們先從那個最多的 最基本的環境開始談 就是水 以比例上來講 他當然很適重 70%以上也不少 對不對 那以重要性來說的話 水很重要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簡單 但是又穩定的化合物 對不對 好 穩定的原因第一個 是因為青葉雅之間呢 主要是依賴 動架線的這個行程 而這個動架線呢 因為雅對於電子的束縛力吸引力還蠻強的 這個動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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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當中呢 有一個跟一般的工架線 通常我們用一個比較卡通的說法 就是說 我出一個電子 你出一個電子 從此我們共享一對電子 這樣子的工匠 但是事實上 雅跟青之間也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因為雅的負電性很強 所以大部分電子呢 出現密度比較高的地方 都在氧原子核的附近 然後氫呢 氫原子核對於那個電子的束縛力又超級的弱 所以導致呢 氫的原子核周邊呢 那個電子的密度呢 又超級的低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點 微微的那種 帶有動架線的性質 就是它是可以解離的 所以你這邊如果 這邊切掉不這邊切掉 不管切哪一邊 切到這邊 那這邊呢 就獨立出來變成是一個氫栗子 剩下的部分呢 就變成是氫氧根 那這樣也是可以 那幸好 這個解離基本上 這樣常數其實很低 好 所以它大致上還是算很低 OK 好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那這樣一個分子呢 會有一個特性 假設 因為通常我們在討論分子結構的時候 喜歡去討論它的對稱性問題 這種對稱性呢 一是形狀 二是電子的分布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從形狀上去看它的對稱性的話 你拿一個假想平面 這地方這樣一切 OK 左邊一個心右邊一個心 這樣在對稱 對不對 所以氧呢 假如它剛好經過那個對稱平面的話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你只要轉一個90度之後 它馬上就會出現一個很不對稱的 形狀上很不對稱的 就是上面只出現氧 下面只出現氫 對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對稱面放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不對稱了 好 那再接下來 那不看形狀 看電子的分布的話 這也很明顯 因為氧上面 這邊氧的附近呢 電子的密度特別高 然後氫的附近呢 電子的就特別低 對不對 所以上面就偏向負電 下面就偏向正電 OK 這樣的特詞呢 使得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 極性 所以極性你要去傳摩一下那個詞 它在強調 你可能在分子結構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不對稱性 然後在電子 有一定的不對稱性的時候 分布的不對稱性的時候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極性分子 那這樣的極性分子 它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談 第一個是 它自己對自己的關係 好 所以當水分子彼此互相靠近的時候 那它就會衍生出一個問題來了 好 先談頭到水自己的問題 然後再來談水跟其他骨子的問題 嗯 當水分子靠近的時候呢 氧暴露出來角度比較大的這一邊 如果能夠去面對或靠近另外一個水分子的氫原子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它們是可以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分子間作用力 OK 所以暴露的角度很重要 就是氧在這個角度上面呢 總共有兩對骨對電子 所以這個角度的範圍還蠻寬重的 然後只要它跟另外一個水分子的距離夠近 然後剛好直接對著那個氫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能夠對著氫過來的話 然後距離也夠近 那這個分子間的作用力就會形成 但距離越近 基本上這吸引力越強 那很明顯的因為 氫這邊呢 比較偏向正電 因為這邊的話 電子的密度比較低 氧這邊的話 它電子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比較明顯偏向負電 所以這樣的正副吸引力的關係是成立的 那如果越接近的話呢 這吸引力相對就比較強 但這是整個水液態當中它的常態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 由氧跟氫之間所形成的這個分子間的作用力 就是這邊就把它叫做氫健 OK嗎 那氫健的性質裡面呢 它會影響到水很多的特性 比如說假設呢 你有機會抓住 因為我們這個當然不可能看到水分子的這種微觀的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想像的方式 如果能夠抓著左邊的這個水分子 然後把它往右邊拖的話 那因為這個水分子連帶的呢 又影響到另外兩個水分子 對不對 然後這些水分子可能 接下來這邊可能又掛著其他的水分子在 所以當水分子這樣子 環環槍扣的情況之下 你抓著其中一個水分子 其他水分子可能跟著你一起跑 對不對 所以以前給你們做過一個實驗 我們手邊有水的自己 隨便在桌邊上 然後檢查一下你的桌子夠不夠乾淨 就是桌邊上滴一滴水 然後用手輕輕碰出那個水珠的表面 只能碰出表面 然後你把它水平移動 你會發現是 通常假設你的桌子表面是夠乾淨的話 你是可以利用你的手指間 皮膚的那個角質蛋白 然後呢 跟水分子吸引之後呢 你就接觸很少的水分子 但是可以拖著整滴水 然後所有水分子就跟你一起跑 有沒有 這種其實就是可以展現那個分子間的作用力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毛細作用 我們後面再來談 好 所以輕輕輕的話基本上呢 就影響了這個容積的這個性質 其一 就是其一 就水分子 對水分子自己本身的問題 這樣 你能不能大滴 那這樣一坨 我說的是一滴 一滴 你放在手指尖 剛好滴下去這樣一滴 你看一坨那個效果很不明顯 你看整坨 你看一年級的時候 然後有誰沒有做到這個 我印象中我驚凝每個班都遠 那那個是毛細的問題 我都玩那個水滴 有些不然好像印象中時間還夠的 有弄那個杯子水喘出來 然後拿個一塊錢 還是會用燈在上面飄 那一飄 那你看有沒有破壞 OK 所以 極性這個部分的話呢 加上水的負電性夠強 所以會有這個特性 那另外還有類似可能會產生輕艦的像什麼 輕不算 像鞍 因為 一般來說 那個飛行鼠當中 像氧 像浮 像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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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電性通常都比較強 所以這個化合物 如果說它伴隨著 跟氫原子有結合關係的話 滿可能會可以形成輕艦 所以大概以這三個負電性強一點的 這個飛行鼠原子 可能有這個特質在 可是這個狀況呢 是假設你現在純粹只考慮水分子對水分子的關係 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擴大考慮就是說 很多物質基本上 細胞裡面所使用的化學物質 要先融於水 對不對 那融於水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溶解 第二個是解離 比如說像葡萄糖 對不對 你可以以粉末狀態把它丟到水裡面 攪拌之後它還是葡萄糖分子 對不對 它本質上並沒有改變 OK它會溶解 那如果是解離的話呢 因為細胞會使用到很多的陰氧離子 那問題是這些陰氧離子 它不一定 那個比例上不對稱就算 欸 這兩顆不一樣大顆 所以 比如說以一般的這些 離子化合物的話 我今天可以以 那個 細胞的 這種原子的堆積 對不對 然後形成晶體 所以 這樣那個電解質 常常都可以在 沒有水的干擾的情況之下 它自己可以形成晶體 比如說岩的晶體 對不對 好 可是一旦你把它丟到水裡面之後呢 這整個狀況 基本上就會發生改變 好 第一個 最明顯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考慮到 現在呢 納的周邊呢 有很多的水分子靠過來 用數量來強調一下 那個發生的可能性 不要忘記 仰這個附近偏向附電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假設一下 綠這個附近呢 有輕靠過來 然後 輕這一頭呢 比較偏向帶 正點 如果你現在純粹是 綠化納的晶體的話 那所有的引力的關係 你們快點有沒有拍過 那個綠化納的晶體構型 不要畫了 對 然後去把那個每一個交叉鐵的地方就填 然後交叉鐵就 所以我們去做那個 那個立體那個堆方塊那個 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怎麼翻呢 然後他都還是不是綠化納的階級那個 那個很好玩啊 做完這個 做完久了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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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正正如老師拿來給你們玩一下 手上有一個啊 一個還是一個 忘記了 好 阿竟然沒有這樣怎麼做耶 善在贏了 好 最近 最近 這個 最近自然課在仇雲產物當中 因為 課又被砍了 快要被砍了 好 變少了 好 三節變兩節 好 所以 生物暫時還沒有動到 但是恐怕會是下一個照亮的 我與化學一起被砍 來 來 來 創造特色 來 來 創造特色 對阿 對阿 對 不然不見了 音樂課砍掉 不行阿 對阿 我沒有想要開社會科的 好 我也不知道這個邏輯是什麼 對阿 那從我們那個年代開始 就是自然主要修社會科 就不是 一直是這樣 來 如果你現在所有的關係 好 我要平面化 那是一體的 如果你現在整個化合物當中 它是純物質 綠化鈉的結晶 對不對 所以這整個晶體當中 綠鈉之間的關係 反正 綠的旁邊 周邊一定通通都是鈉 對不對 然後 鈉的旁邊 旁邊通通都是綠 這個關係非常的單純 好 剛好鈉的正電 跟綠的浮電 可以形成離子鍵 離子鍵 我們就不談了 那個有一個參考的圖 在十七頁右手邊那個地方 好 就是 算了 我來英文講一下好了 那右邊不是有兩組圖嗎 對不對 比較右邊那個下邊的說明文字 有沒有看到這個字眼 好 那離子鍵的意思 Ionic bound是那個離子鍵 然後左邊那個 Covarian bound是那個 共架鍵 那個CEO開口的 那個 那個是共架鍵 好 右邊那個是離子鍵 我已經砍掉不少英文了說真的 可是老實說 好 不砍掉 對你們來講 其實比較好 欸 就是將來你會發現那個 你大學的時候 只要變得活潑的這兩本 欸 你就可以修掉很多課 什麼 為什麼要砍掉 因為篇幅太大了 看始終 省成本 幫你們省成本 好 那 沒有 現在書上都不補助 以前書上會補助啊 現在都沒辦法補助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政府搞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所有教科書要統一招標 所以就沒有那個 談價的空間 以前談價空間都很大 所以一直凹它一直凹它 比如說我們這本 假設要一百八百塊 不然你一時一時補助個一百塊 剩下八十塊 我們比我欺負之一 都可以用這樣子來談 現在都沒有那種 折價的空間 很討厭 所以那個 招標這種事情 那個檯面上是看似公平 公開透明的人 這事實上就是省區了很多 那個人可以 算了 欸這樣有在錄影啊 不可以這樣做事情 所以 這個關係 你從頭到尾看 綠或鈉 你只會看到 呃就是 剛才綠的周邊都是鈉 那鈉的周邊都是鈉 都是鈉 所以他們的引力關係 是很明確的 一旦 你在綠化鈉的周圍 開始出現一些干擾因素 對不對 你現在呢 鈉的旁邊 假設有那個氧的吸力的話 那它有沒有可能會干擾到 鈉跟鈉之間的 這個離之間的作用 有可能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一般來說的話 其實 溶解這個過程 或解力這個過程 有一個很重要的 比如說你丟一個方塔 進到水裡面去 那個表面的部分 其實水分子會不斷的來撞擊 那你撞擊的時候呢 氧撞過來 基本上代表是吸引 那如果是輕的這一頭撞過來呢 對它基本上是互視 那那個引力 基本上是錯綜複雜 但中間我們就看到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真的丟了一塊那個 那個鹽 然後丟到水裡面之後 然後慢慢慢慢的 它就開始逐步的中間 那一定是從表面開始發生 對不對 因為這地方頻繁的 受到水分子的這個 干擾的這個作用 不管它是吸引還是補持 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 打破綠離子跟鈉離子的這個吸引關係 就是離子件 那麼這時候它就正式解離 拆開變成那個單獨的鈉離子 單獨的綠離子 這個符合我們要的 因為生物基本上在進行化學反應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的是解離狀態的物質 溶解狀態的物質 我們並不需要你以解禁的狀態存在 對不對 就跟我們以前在講生態系討論壽有去提到 土壤當中當然它的基本的主程就是礦物質 可是土壤當中的礦物質 其實只有解離的那一種對生產者 才是有利益的 因為那個才是可吸收的 如果你現在礦物質 比如說岩石 它上面有很多這種礦物的結晶 那是沒有用的 你沒有解離出來 生物根本沒有辦法利用這樣的一個狀態的物質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去看水的性質 如果有其他的東西進入水這個環境當中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忙這些物質 可能解離可能溶解 這樣方便 方便什麼 生命現象要表現的時候 最基本的特質是代謝 對不對 就是化學反應 對不對 你得先讓這個 將來要發生化學反應的這些物質 先融於水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談說岸 你現在要談呼吸作用還是要談光合作用這樣子 好 所以那個17頁下面這個圖裡面 我就給你一個參考 如果說今天一個物質 進入到水這個環境當中 我們能夠透過水的這樣的一個極性的特性 然後呢 幫助它均勻跟散在水當中 這樣的話 將來我們要進一步去利用它 或者要讓它發生化學反應 相對最容易多了 整個接觸面積變大 對不對 好 翻到下一頁的部分 直接看下面的中文 好 所以那個第三點的部分 所以這樣的極性特性呢 有助於離子化合物 或者是極性物質 它的解離或溶解 所以極性這個字 先知道 先接受這個詞 然後接下來再回到我們那時候 高一已經有談過的 如果我們從細胞的角度來講 通常要特別 或者從化學反應的角度來說 要特別去強調一個物質 到底能不能跟水均勻共存 所以它會用上這個字眼 就是清水 跟輸水 大約有人喜歡把那個清水叫做什麼 就是這個物質是具有什麼 水溶性有沒有 然後那個疏水的 就把它叫做止溶性 因為疏水性的物質通常比較 能夠溶解在油脂這個環境之類的 或者是比較那個 非極性的這個溶性當中 在此其實極開來講 它也不是真正相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 它是用比較高深一點的資源 就是清水跟輸水 所以像一般來說的話 葡萄糖胺基酸 對 丟到水裡面之後 通常正常的情況 是可以跟水均勻共存 就是形成真容易 所以這種物質 它就比較偏向就是清水 所以像葡萄糖 什麼溶於水 對不對 胺基酸可溶於水 含氮碱基 含氮碱基可溶於水 那輸水的東西 像那個什麼 脂肪酸輸水 所以 因為它脂肪酸或者是 複雜化之後的中性質 這時候它分子量變大 它電子比較分散 這時候呢 跟水這個結性呢 就會有點格格不住 所以你要讓它溶解 有技巧 也不是完全不行 好 所以後面的第三 第三點 那個第一行後面那句話 所以清水性跟輸水性的物質 那輸水跟跟水一起出現 在同一個場合裡面 這樣會好還是不好 其實很難講 比如說我們先拿後面的東西來講一下 你去看脂雙層 你不能講說 這個輸水性的東西 你把它丟到水裡面 一定都是不好 這個情況它就不會是不好 因為細胞膜的脂雙層 你不能看說 那個脂雙層 我們很需要臨子 兩隻腳對著兩隻腳 對不對 上面的臨子分子的兩隻腳 對著下面臨子的兩隻腳 所以這個地方形成輸水層 你不能只是這樣看 因為這個三明治 能夠形成穩定存在 不會垮掉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這個 因為細胞膜的上表面下表面 都是具有清水性 所以你其實要給它水 上面要給它水 下面要給它水 這個三明治基本上才是成立的 如果你撇開這個的話 你要讓臨子單獨自己本身形成齒雙層 其實這等於是你只做了前半段 你後面的條件沒有給它 這個子雙層 事實上它可能很難形成 我們後面還有講到臨子 所以這邊先提一下 不是說輸水性的東西 就是它跟水 因為比較不能夠均勻共存 所以一定都是不好 對不對 是說細胞 我們是拿這個來講 那個細胞的很多構造 或者是組成 而不是在用這個來描述 而不是說要特別去想要好或不好 不是為了討論這個問題 沒有絕對好壞 那所以那個急性這個特質看起來 就是看了影響 不只的是化學蠻蠻 可能還是會影響到細胞的構造的這個組成 所以細胞膜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接下來第四個 高筆熱高氣化熱抓前面 高筆熱這個部分 筆熱高的物質有什麼特性 筆熱高跟筆熱低你們 國中主導師在算這種問題 就是我給它給你兩種不同的物質 相同的熱量對不對 然後呢 可是筆熱高的跟筆熱低的 誰反應出來的溫度變化比較大 筆熱低的嘛 筆熱低的嘛 所以水的高筆熱剛好有一個特性 因為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是可以用內在的生理機制來調控體溫 對不對 很多生物基本上呢 它是由外在環境條件來決定體內的溫度 問題是溫度這個部分又決定了什麼 溫度的部分又決定了代謝 就是化學反應速率 溫度又決定化學反應速率正不正常 所以為什麼所有生物基本上還是會努力找一個對它體內的化學反應比較適合的溫度 而常溫是比較常見的條件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畢竟老實講 內溫動物的比例還是比較少 大部分的生物還是由外在的環境條件來決定體溫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水就已經提供一個基本的好的特質 它減緩的溫度變化的範圍 所以就是水可以提供代謝環境穩定的一個另外的重要因素 好 第五點先把它搞定 它是一個很穩定的溶劑 因為它的解離常數很低 解離常數在上面也提供 好 然後所以在解離常數很低的情況之下 它不太容易去干擾化學反應的進行 但是又可以提供化學反應有穩定的條件 適當的時候還可以提供它自己犧牲所帶來的氫離子跟氫氧根 所以我們將來在光合作用的時候會再拿這個來提一下 所以下一次我們就可以談那個毛細現象了